8月5日晚,19点35分的中超第16轮,广州富丽和广州横道上演同程得比,最终广州横道4比2祭拜富丽,保利尼奥没开二度,高拉特、塔利斯加也取得进球。 高拉特的进球,都感谢富丽们将成越来的低级失误,而在国外媒体上,成越来的超夜运失误,也引发关注,这是比赛第64分钟,广州恒大的于汉超转中,高拉特被深枪球送给塔利斯卡,后者横敲给梅芳,梅芳再次横传,大禁区之外,塔利斯加起左脚远射,富丽方手球员倒地封堵, 皮球发生折射弹起,富丽门将成越来随时神差地路过皮球,高拉特轻松推射空门得手,富丽的这个丢球,门将成越来要承担全部责任,他本想用脚将球踩出,可惜出现严重的判断失误,皮球从脚下漏过,高拉特的球,减了大便宜。 成越来的这次失误,让人难以理解,在球速并不快低情况下,成越来本可以选择用手接,保险起见,也可以选择将球击出危险趋务,然而,31岁的成越来试图将球缠走,结果扑了个空,出现低级失误之后,成越来的第一反应,是高举右手,向裁判示意高拉特越位。 不过,高拉特并没有越位,VAR也没有向主裁传达一次越位的指令,如果,成越来是以为高拉特越位,而出现低级失误,这就更不应该了,作为门将,他应该第一时间化解危险,而不是以裁判视角观察比赛。 是,叶正明的足球网站跟对成越来的这次失误大呼不解,他成越来在干什么? 广州富丽门将成越来的这次失误,是本年度最滑稽可笑失误的有力竞争者。 不少国外网友评论,这样的失误,看着让我很泛怒,尽管我不是哪支球队的球迷,欧洲的牙湖体育,美国体育新闻等媒体,也都用视频展示成越来的这次失误,评论很一致,难以理解,花旗搞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